东博士综合报道,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消息,沙特阿拉伯处辞了一名谋杀雇主的印度尼西亚籍女子杜蒂,一年10月31日,向沙特正式提出抗议。 杜蒂在沙特当女佣,2011年因为谋杀雇主而被判处此刑,据一位圈组织,杜蒂是在其雇主试图强奸,她是措手杀了对方。 据悉,杜蒂于10月29日被政法,印尼总统索克与沙特外交部长朱拜尔通电话,要他解释为什么在没有通知印尼政府的情况下,就出此杜蒂,索克也召见了沙特朱雅加达大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